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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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同學那麼經過老師剛剛講解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完成兩個大學學測的立體 一個是有關最小值的對稱 一個是有關最大值的對稱問題喔 那麼至於題目內容如何呢 好我們等一下一起來看喔 好題目是說 已知在座標平面上有兩個點 A給你了 B也給你了 有一個P點在L上 可見得這個P我們會把它叫成是動點 動點 那麼我們要說如果這個PA加PB 當它有最小值的時候 那麼要求這個P的座標跟最小值的那個值到底是誰 所以呢 我們應該這樣想想 你看 在這個L線上有任何一個點 這些點有無數個點 這些點我們把它叫做動點 可是我現在只要找一個點 符合題目的最小值 所以我們可以從平面的成像原理 平面成像原理說什麼呢 說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所以你看喔 A對L 投影入射 這個P是入射點 然後呢 再反射 變到B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接下來我們這樣說 來老師調整一下 你看我如果用手動 你看好像 如果在這裡好像越來越大嘛 對不對 那如果在這裡好像感覺越來越 你看有沒有 好像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可是如果超過這個A的右上半 它的值是不是又越來越大了 所以我可以猜測喔 我可以猜測喔 你看 感覺上要在這個 A B 跟L 在這個裡面 但是畢竟這也是猜測而已嘛 所以我們數學要怎麼樣去精確的 找到它的位置呢 接下來 我們可以這樣設 A對L的對稱點 A'是HK 又來了又來了 我們剛剛也是這樣子做假設的 所以這個HK知道了以後 那我就知道說 那這個L 本來是一般式 所以我還是一樣把它改成什麼 沒錯 斜結式 斜結式我就可以知道 S軸 這個變數前面的二分之一 其實就是斜率嘛 對不對 既然我知道斜率 所以又來了 這個L的斜率是二分之一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A'跟A的斜率 跟L的斜率相乘等於-1 為什麼相乘等於-1 因為垂直啊 對不對 因為垂直 所以呢 相乘等於-1 所以我就可以說 那麼既然這個L斜率是二分之一 所以呢 A'的斜率叫負二 因為這兩個相乘要等於-1 那麼他們的斜率又怎麼算 一樣 也是x座標相減 分之y座標相減 得到的是斜率-2 所以呢 整理一下 這是第一個方程式 第二個方式 再一次 第二個方式呢 從原來的點 跟對稱點相加除以2 那這個就是投影點嘛 對不對 那投影點呢 當然是在這個L上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M點 帶進去 帶進去 當然又可以讀到另外一個方程式了 所以呢 我們經過畫減 哇 不錯不錯 變H-2K等於-6 這些式子還蠻好的 蠻美的 不會是那種算起來怪怪的數字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解出H4 K就是5啦 那麼既然知道這個對稱點 所以呢 我是不是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喔 對稱點 跟原來的這個 它投出來的B點 去做連線 那麼就可以算出 這個方程式了 對不對 所以這一條 我就可以利用2點式 因為一個45啊 一個20啊 所以我利用2點式 就可以算出 這個A'B 它的直線方程式喔 好 那麼既然算得出來 我再 把這個A'B 跟原來的L 去幹嘛呢 喔 去連利 沒錯 在這裡 去連利 去連利以後呢 我是不是就 哇 超開心的 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P的坐標囉 對啊 不過這個P 當然啦 是分數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學測算出來的 這種數值 不會是2啊3啊 因為這樣太好猜了吧 所以它一定是一個分數啊 或是一個更好等等的數字 大致上是這樣 好 所以呢 這個P我就知道了 那P就知道了 我就知道說 那其實啊 這個P就是我要的什麼 PA加PB 它是最小值耶 可是為什麼 同學一定會說 老師 為什麼這個P 是A對L的 怎麼樣 做入射 入射點 然後呢 投出來 如果反射點在B的話 那這個P就是我們要的最小值 那以下老師再說明一下 因為呢 你看喔 這是什麼 國中的SAS 這兩個三角形是全等的 那既然這兩個三角形是全等的話呢 我可以說 所以 PA加PB 其實啊 就是 PA'加PB嘛 因為 為什麼為什麼 好老師畫一下你看喔 因為這兩個 是一樣長嘛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把PA改成PA'啊 那麼既然這樣子的話 你看喔 這樣子我兩個相加 本來是PA加PB的 現在改成PA'加PB 所以就會變成A'B了 那當P點在 A'跟B連線的直線的時候啊 這個P當然會有最小值 為什麼 老師舉一個反例喔 如果P不在這一點 好比說 P如果不是這一點 P萬一是其他點 好比說這裡 畫一個點 你看喔 這個點 你看萬一P在這裡 PA加PB 欸 PA加PB 那一定會怎麼樣 比怎麼樣 把這連起來 一定會超過AB這樣的線嘛 對不對 那一定會怎麼樣 比這個直線還來得怎麼樣 長啊 所以 那就不是最小值囉 所以啊 我們知道 當P點發生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才會有最小值 好 所以最後呢 我要把這個最小值算出來 最小值怎麼算 我已經知道A'點45 B點20 所以最小值就是這兩點的距離 好 所以是根號29 好 那麼剛剛是有關於最小值的問題喔 接下來老師還要再舉另外一個大學學測 有關最大值的問題 好 來同學 我們來看一下 問題是這樣的 他說 坐標平面上有兩個點A 61 B20 有一個P又在這個直線上 所以一樣喔 一樣喔 所以這個P是什麼 動點嘛 對不對 他說如果說我要算的是 PA-PB 絕對值 因為 也許 這個PA會比較小 PB比較大 所以我當然加一個絕對值 他要算 這兩個的線段差有最大值M 那當然我要求M 的這個值 還要把這個P點算出來 好 怎麼辦呢 我們一樣跟剛剛一樣 P搞不好在這裡 可是呢 這樣真的會有 相減會有最大值嗎 稍微可以移動一下 你看喔 做個移動 你看 好像反而在這裡是 兩個相減是0.549 那如果往外移呢 你看 往外移 剛剛那太小了 所以越往外移 好像越怎麼樣 你看 好像越來越大 所以可見的這個P有沒有 應該不會落在這個區域 對不對 應該會落在這個外面 或者是什麼 這個外面 感覺上好像是這樣 不過 當然啦 我這個是用手去移的嘛 那怎麼樣去計算呢 好怎麼計算 你看喔 我就可以考慮 A B的這樣的直線方程式 所以把直線方式算出來 那我把直線方式算出來以後呢 我把這條線跟原來的L去解連力 其實解連力啊 這個就是我要的P點 還蠻好的耶 這個P點-4 還有一個-2分之3 那麼 至於我要算的最大值不就是 AB的長嗎 因為因為因為 PA-PB 那不就是AB的長嗎 所以AB就是我要算的最大值 所以我就把最大值算出來了 是更號17 好 同學 那麼剛剛老師講了兩個例題 一個是有關最大值的問題 一個是有關最小值的問題 這兩題在大學學測當中 衍生了非常非常多的類似問題 所以請同學好好把握 好好再把它看一次 好好再把它學好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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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